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我用来上螺丝用的 很合理吧 老规矩按油表吉里的顺序 先来对比两部车的车身萌提材质 这个磁铁咔咔一顿猛吸 两部车都不出所料 并无比正确的使用了全钢萌提 四门两盖前后翼子板 是找不到一点铝的痕迹 那为啥说无比正确呢 因为硬派SUV 本来就是陪兄弟们仗欠天涯斗破苍穹的 那磕出凹坑伤疤不仅是家常便饭 更是荣耀勋章 刚才呢虽然重量尘 退缩稀能效果一般 防腐呢也没捋好 但它胜在板金修复的操作难度和修理成本都很低 哪怕写个 暂时不修又不是不能开 然后就那么放着也不心疼了 所以对于硬派越野来说 实在没必要整铝合金蒙皮这种老石子 那说到这儿估计有兄弟就要喷我了 说顶级越野车 像什么奔驰大G啊 怒虎卫士啊 人家车身蒙皮 那可都有铝合金加持 包括这个豹五的大哥仰望U8 那四门两盖也是铝的呀 这俩抠成本你就说抠成本 您这话说的 那些上树的车跟这俩上坡的车 用车场景都不一样 能这么比吗 我只想买奔子 而且豪驴要用在刀刃上 与其跟蒙皮较劲 不如在底盘悬架上下功夫 降低黄下质量 这方面您往后看 很快我们就会讲到 拆掉两部车威猛唬人的前后保险杠 下面我们来比比他们的防撞吸能结构 先来比前防撞梁 一句话省流 豹五顽虐坦克400 首先材质上 豹五这明晃晃的铝合金 看着就比坦克那雀黑的钢板防撞梁 身价要高 防撞梁的材质和蒙皮不一样 铝好还是刚好 不用是车辆用途而定 铝合金 无论从重量 吸能效果 还是防袖效果上 就是防撞梁的更优材质 而且除了选材更下本 豹五的前防撞梁 在尺寸规格上 也要比坦克的更长 横向宽度 多了小30公分 这就让豹五前防撞梁 对车头的覆盖率 能做到71% 而坦克400 短小的几乎只和前格扇等宽 对车头的覆盖率仅为57% 两类插刀的空单很大 板材厚度上 豹五的铝板 足足比坦克的钢板厚了一毫米 而且防撞梁截面 豹五是日子型封闭加强结构 坦克400是公子型单层冲压 结构强度 无疑也是豹五要更加领先 另外豹五前防撞梁左右两侧 有向后弯折的设计 一方面是匹配保险杠的造型需要 另外应该对小面积偏执碰撞 也有一定的诱导传利作用 而坦克400在这方面 并没有看到什么额外的结构优化设计 再来看前防撞梁后方的稀能结构 坦克400设计有总长度 约7.5公分的钢制稀能盒 稀能盒前后端分别与防撞梁和纵梁 用螺栓相连 稀能盒和纵梁前端均有褶皱凹槽 用于引导溃缩稀能 豹五这边则是一个长约5公分的铝合金稀能盒 材质上再次比坦克更下本 看完车头 咱们再来对比一下车尾的防撞稀能结构 两部车都是非承载式车身 所以跟大多硬派越野车一样 它们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厚防撞梁 车架最后方的那根方管结构 起到的就是厚防撞梁的作用了 对比防护面积 那这局是坦克400更胜一筹 横梁对车尾的防护面积达到了60% 豹五相对应的数据为58% 而且可以看到坦克400 这个带引后的厚防撞梁上 还比豹五多焊接了一对刚制西能盒 发生中低速碰撞时 能帮后梁先扛一波伤害 撞坏了也可以先换他俩 维修经济方面也更具优势 另外对于硬派SUV 咱们多聊一句拖车钩 数量上坦克400与纵梁固定的原厂拖车钩 是前后各一个 而豹五是前后各有两个 方便从更多角度开展自救或救人 两部车都能选装方口拖车钩 并取得拖挂资质 我们也分别致电了坦克和方程豹 官方客服和北京经销商 给兄弟们探了探行情 情况是目前坦克400HYP4T 因供货原因选装包暂不可选 但店里有选好的线车 也就是前插速所 后拖车取电口 拖车装置 牵引资质都给您配齐了 店端还有8K的现金优惠 豹五选装拖车钩的费用是4000元 可以用订车给的8000改装基金支付 另外要有情提示兄弟们 大家专钩专用 旧车一定要用和纵粮直连的那个拖钩 不能用家装的牵引脱钩代劳 否则后果很严重 更严重的是 本身是你人菜 你还赖车不行 将两部车升起呢 正式进入节目的重头戏环节 底盘及行走机构的对比 别看两部车价位定位和越野能力都极其接近 但他们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四驱原理结构 这也造就了他们差别极大的底盘布局 鉴于人类的本质就是复读机 虽然楚少在横评节目里 给兄弟们科普过两部车四驱系统的差异了 但咱们再复习一遍 坦克400 Hifer T本质上就是一台传统越野车 发动机纵制布局有驱动轴 通过分动箱实现动力的前后分配 标配后锁 前锁刚刚说到了可以选择 所以那台位于发动机与9HAT变速箱之间的P2电机 它起到的更多是让动力更平顺 提速更澎湃这类锦上添花的作用 可以粗暴的理解为 工程师是在一个非常成熟可靠的硬派越野车底子上 想方设法去加入电 但豹5的思路则完全相反 它首先是一台以电区为主的新能源车 工程师在想着让它硬起来 DMO实现四驱并不靠传动轴分动箱 而是前桥一组油电动力单元 后桥单独一台驱动电机来达成的 坦克是油升电 豹5是电升油 所以我们看到豹5底盘的平整度 无限接近于一台电车 从前到后平铺了四块厚度约2毫米的钢板 电机电池各种管线都得到了妥善的防护 唯独后驱动电机裸奔在外 至于为啥不给这里装护板 是需要吹风散散热呢 还是与后悬哪里有物理干涉 有没有懂得大神给我们科普一下 再看坦克400HYPERT的底盘呢 就要传统和粗广很多 只在散热器发动机和油箱位置 给上了1.6毫米的钢板防护 变速箱分动箱三元催化器这些呢 也只能天为背地为床 没有护板你好乘凉了 另外呢我们发现 坦克400变速箱油底盒材质啊 用的是塑料的 这是美门子宝马行径啊 毕竟400车主们玩的还是挺野的 如果能换成金属材质的 肯定更让人放心 或者兄弟们花个千八百 自己加装个金属护板 解决天地征途上的后顾之忧 对比完底盘的平整度和防护程度啊 接下来咱们该拆护板了 拆掉护板后呢 就能看到暴武平铺在底盘中部 内嵌于两根纵梁之间的电池组 作为严防死守的对象啊 保护电池包的大块钢质护板内侧 铺有能缓冲息能隔热保温的发泡材料 电池包本体的护板和防护涂层啊 也一应俱全 而且电池包呢 采用了C2C电池底盘一体化的设计 这样两根纵梁呢 也能充当保护电池包的侧防撞梁的角色 虽然感觉啊 已经武装到了牙齿 但这个电池挂在肚皮上 屏幕前的各位达卡尔冠军们 真的一点不担心脱底吗 不担心磷酸甜点电池 万一啊 几个包变个型之后的一系列后果吗 不动手 拼的是脑子不流血 反正啊 我是不敢全情投入的坎坷看淡 踩油就干的 再来看看坎坷400Hi-4T放置电池的位置啊 由于底盘中部呢 有传动轴站着地方 两块总计37.1度的电池包 分别被安放在大梁后部和后桥之上 也就是啊 后排座椅下面和后备箱下面 住的高的好处呢 显而易见 远离了越野中的磕磕碰碰 降低了电池包脱底的风险 不过这种电池组安置的方式呢 会一定程度上牺牲后备箱的 使用便利性和空间 但实际装起箱子来呢 影响感觉还算可以接受 横评节目里呢 给大家测过了 爆五后备箱啊 能拉5个24英寸的旅行箱 坦克400呢也拉了4个24英寸 和1个20英寸的旅行箱 比完电池 我们再来看看底盘上的一些框架结构啊 两部车呢 均是由两道纵粮加若干横粮组成的底盘框架 数了一下啊 横粮数量呢 俩车大差不差 我们实际量了一下 它们纵粮中部的厚度 爆五呢约为17公分 而坦克400相似位置啊 只有15公分左右 爆五呢要更为粗壮 坦克官方数据显示啊 整个车架的扭转刚度 是每弧度290千牛米 爆五虽然查不到这项数据 但别忘了啊 它平铺在底盘中间的C2C电池包 能起到一根巨大的加强梁的作用 官方称呢 车架扭转刚度呢 提升了38% 所以啊 我们键盘推测一下 爆五的车架应该比坦克400 HIFRT更硬 更不容易变形 另外爆五为了实现 后电机和后悬架的这个模块化 利于生产组织和后期维修 车架后部呢 还上了全矿式铸造铝合金 副车架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再来对比一下 两车底盘排气管路 布设和隔热情况 坦克400 2代0T发动机排气管呢 布置在两根纵梁之间 偏右侧的位置 基本呢 保持一条直线 为了追求更好的NVH表现啊 坦克400 直接猴横的配了俩消音器 整条排气通路上呢 基本都布置有 隔热用的铝瓦或者铝板 有些地方啊 还给上了双保险 对座舱和底盘零部件的隔热保护呢 做的挺到位 再来看豹5这边 由于底盘中部啊 被电池霸占 所以排气管路呢 只好溜边改道 但排气管沿途啊 特别是电池组周边的区域 均设计有形状各异的隔热驴板 整体隔热防护工作呢 做的也很周全 而且别看豹5 1.5T的发动机排量不大 但这个排面却很大 用上了隐藏式左右双处排气 连排气被压呢 都考虑到了 键盘值是直接拉满呀 最后我们来对比 两部车的行走机构 先来看悬架 两部车的前悬呢 用的都是双XB独立悬架 这个一般用在高端豪华轿车上的结构呢 对于硬派越野来说啊 只能算是机操 双XB悬架的优点呢 是横向刚性大 抗侧轻性能优异 更多的控制杆呢 也能令轮胎啊 有最佳的接地面积 保证抓地力 这些正是硬派SUV的刚需 对比一下前悬的材质呢 两车都是上XB用铝合金 下XB用的是钢材 不过仰角材质啊 有所不同 豹5用的是更轻 也更贵的铝合金 坦克400呢 用的就是钢材 可见为了降低黄霞质量啊 那还是方程豹更舍得下本 另外我们发现啊 同样是双XB 但豹5上XB的这个开叉啊 明显要更大一些 这应该是为云年版那套 液压悬架上 更粗壮的油气弹簧 做的预留 相比前悬呢 两部车后悬架的差别啊 就非常大了 豹5呢 使用了和前悬相同的 双XB独立结构 成本更高 调校空间呢 也更大 坦克400HY4T呢 用的则是硬派越野啊 常见的五连杆整体桥 是非独立悬架 虽然舒适性和操控性方面呢 先天有一丁劣势 但之所以这么多硬汉首选用它啊 是因为整体桥悬架 承载力强 维修方便 最关键的是 整体桥具备更长的悬架形成 面对诸如大交叉轴 这种重度越野路况时呢 会比独悬更有优势 接下来呢 看看两部车后悬架的一些细节啊 咱们先来数数坦克 这五连杆整体桥都是哪五根连杆 上下呢 有两根纵向的拉杆 再加上后面啊 这根超长的横向的推力杆 等于左右加一块啊 一共五根 这和大家诚实理解上 是不是不太一样 通常咱们说到五连杆独立悬架时候呢 是光一边就五根 所以兄弟们啊 不要被文字给游戏了 哎呀 防不胜防啊 材质上呢 坦克后悬这五根连杆呢 均为刚致 但其中台湾的这根下连杆呢 特别亮眼 和其他圆管拉杆不同的是啊 它用的是铸造工艺 成本更高 强度也更高 那为啥工程师不给它做成直的呢 这样还能省下这个工艺成本啊 那是因为它必须要绕开上拉杆的这个 安装点 这个位置 此前呢 拆解坦克300和500燃油车型的时候啊 明明上拉杆是在里面的 那400上怎么就跑外面来了呢 原来啊 里面的位置被油箱给占了 那油箱为啥要占这块空间呢 是因为它的雀巢又被电池给占了 这么一捋 这不就破案了吗 其他品牌的水军们啊 抓紧记 就说Hyper-T有改电 终于露出 鸡脚了 再来看豹5的双叉臂后拳啊 由上下两个叉臂外加一根下横拉杆组成 材质方面呢 上叉臂加仰角用的是铝合金 下叉臂和下横拉杆啊 是钢的 这套结构我是越看越觉得似曾相识 像个故人 直到我搜到一张图乐Y62后悬架图片一对比 好家伙 卡卡西的忍住啊这是 这方面的方程报啊 真的要跟这个雷布斯学习一下 您别直接用了 应该先发个微博 痛说造硬核SUV的不意 然后这个灯箱楼宇广告再安排一波致敬 然后你再借鉴啊 这样哪怕图乐发现了 他还能说什么 只能微博转发并配文 在一起才是硬派越野 对比两部车的后减震器呢 大家会发现啊 一个是直的 一个是斜的 这有高价值分吗 并没有 这只是两家车企啊 在后减震器安装点的选择上有不同而已 由于两车呢 都是非承载式车身 减震器上支点呢 不能安装在车身 只能安装在大梁上 因此减震器的长度呢 严重受限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 坦克400选择倾斜减震器 来偷出一些长度 鲍五呢 则简单粗暴的 直接给大梁啊 打了个洞 为减震筒腾出空间 另外越野车呢 由于重心偏高 为了抑制侧倾啊 提升横向稳定性 两部车呢 均在前后旋设计有横向稳定杆 前稳定杆呢 鲍五安装在了前旋下叉壁上 坦克400呢 则是安装在了仰角上 从安装位置来看啊 坦克400的稳定杆啊 更靠近车轮 工作效率呢 也会更高一些 后旋稳定杆呢 鲍五啊 同样是安装在下叉壁上 而坦克400呢 安装在了大梁上 由于两部车后旋结构不同 所以我们就不好评价工作效率了 我们也量了一下 两车横向稳定杆的直径啊 无论是前是后 都是鲍五要更粗壮一些 最后我们把轱辅拆了 再来对比一下两部车车轮附近的硬件啊 那先看刹车 两车前后呢 用的都是通风盘 制动卡前呢 也均为前双火塞和后单火塞 实际量下来啊 坦克和鲍五制动盘直径呢 也非常接近 前者啊 大点有限 前后轮呢 都只有一厘米的差距 轮胎规格尺寸呢 也一致 均为265 65 28 轮胎品牌上呢 属于各有各的CP啊 比亚迪呢 还是偏爱加通 这套HT71轮胎 官方宣称呢 是针对皮卡和跨界越野SUV 打造的长里程公路型轮胎 主打一个承载强又耐磨 长城这边呢 则是独虫锦湖啊 我们此前测过的 二狗 骁龙麦克斯等车型 用的都是这个品牌 这套Kelugan HP71轮胎 亮点在综合性能 和多路况的适应能力上 当然呢 轮胎上啊 两个厂家官方都推出了 选装升级的方案 坦克400 Hyper-T呢 可升级原厂AT胎 虽然官网上也显示 现在不能选吧 豹五呢 则是可升级轮圈尺寸和造型 一个啊 让你更野 一个让你更帅 从这些小细节里 也能窥见到厂商 对两个不同产品的 不同定位 另外对比 两车固定车轮的 六根轮毂螺栓啊 我们发现 豹五的明显要更粗一些 这可能和前面提到的啊 先有油还是先有电的 那个话题有关 豹五在车型设计之初呢 就考虑到了 电池包的重量负担 自然这里啊 就会做的更粗一点 最后再看看 轮拱里的细节 两车前后轮拱内侧呢 都贴有格音棉 只是颜色上啊 豹五选择了黑色 坦克400选择了白色 轮枪内衬防护杖材质 二者有区别 坦克400用的是纤维板 豹五用的只是塑料 对于小石子 敲击声的抑制方面 那无疑是 坦克用的材质会更好 油表集里全部细节对比完呢 其实结论和横屏节目呢 属于是呼应上了 坦克400hyfer t 主打一个稳如老狗 下线很高 它的结构原理 特别是电池包布局的位置啊 都更能让真正的越野玩家们 放心开着它爬山过河 豹五呢 则是敢于创新舌的下本 用新能源领域的技术手段 去降维打击传统越野圈 所以呢 它能耗表现更好 加速性能啊 甚至做到了 不属于一个次元的强 它不是不能越野 如果是玩沙子刷刷锅 那谁不得高呼一句 太好玩了呢 所以啊 还是要看您的实际用途 和使用场景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 抄你老底的全部内容了 还想看哪些车型的浅拆对比 可以评论区里留言 我是楚少 咱下期再见